大家好 我是圓鋼教練 那今天我要講幾個 MMA 裡面常見的招式 我們今天要做的動作是 在 MMA 動作裡面是非常基礎的一種 倒摔的方式 首先我們先做戰鬥姿勢 先做一個蹲下來的動作 慢慢的往前 前面膝蓋放到地板上 要用慢慢滑下去的動作 而不是直接撞下去 所以下去的時候 蹲 前滑 不要直接撞到地板上 如果直接撞到地板上 說過了 這樣子膝蓋會直接受傷 放到地板上之後呢 兩隻手打開來 做一個抓的動作 像抱樹幹一樣 抱著樹幹之後呢 後面來腳滑個半圓 站起來 我們就完成一個SHOO的動作 當我們這個動作 SHOO做好一點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點比較進階的 SHOO完之後呢 就腳滑過去 我腳出來 做一個往內的轉身的動作 那在做SHOO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搭配一些拳頭 讓它注意力放在我的拳頭上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往下做一個SHOO的動作 前到它下面 讓它重心不穩 也要好摔倒 除了我們主動打拳以外呢 對方如果會一個大拳頭 身體重心向前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也可以再做一個SHOO的動作 打到一樣的效果 今天動作你學會了嗎 那有問題的話 在比較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圓鋼教練 掰掰